国一驾一段南下方向发生了火烧车事件 可以看到这辆白色的休旅车停在路间已经烧成火球 消防队前往池源拉水线灌旧 迅速的将火势给扑灭 而车上包含了驾驶乘客总共有四个人 他们在警消抵达时已经逃生 站在护栏外等待 人员抵达时那这样这小客车已经前面燃烧 车上四名乘客所幸在发生事故的当下就立刻逃出 这是今天早上7点20几分 在国道一号南下263.9公里处 一定要休旅车起火 远在几公里外还有对象车道都能够看到火烟 可想而知这火势有多大 幸好人员及时逃生 在消防队抵达时迅速的将火势给扑灭 而真正的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理清 东森新闻在嘉义的采访报道